女孩更加紧张了 看着一旁酒驾的货车司机 和酷酷超车的精神小伙 女孩不自觉地记紧了安全带 这时一旁满载橄榄球员的校车 喊起了口号 起初女孩还没太当回事 可是下一秒 一颗巨大的木头从卡车上掉了下来 蹦蹦跳跳地朝着后面的警车撞了上去 等警员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对时一旁的精神小伙 赶紧捏了下刹车 可由于车速太快 精神小伙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而另一边的小卷口 在连续翻滚了五六圈后 终于是平稳地停了下来 可还不等她高兴呢 画面切换到一对母子 看到接连相撞的车祸 母亲本能地想要踩下刹车 可以凭矿泉水敲咪咪地 抢在了刹车上 好在最前面的大卡车 终于反应过未来 于是她立刻踩下了刹车 不过这可坑苦了后边的女孩 突然一辆黑色的烈火战车 从一系列的事故中冲了出来 然而前面等待着她的 却是横在公路上的大卡车 等到迷雾散尽 女孩看到了令她永生难忘的音 只见驾驶烈火战车的金发男此时 并没有死 这是一辆不明情况的大货车 朝着他们直直地撞了过来 看着窗外眼神直勾勾的老太太 小丽差点吓哭了出来 因为她还清楚地记得 刚刚她明明已经见过这个老太太 这时喊着口号的笑车 从一旁开了过去 小丽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她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驾驶皮卡车直接横在了马路上 后面的警员第一时间发现一场 驾驶警车来到皮卡车进前查看 警员见女孩神志不清 叫她先熄火下车 这个举动引起后方多辆车主不满 纷纷下车叫他们把路让开 这是小丽惊恐地发现 装满木头的大卡车静直冲了过去 小丽叫警员拦住大卡车避免灾难 是下雨 大卡车再次引发了连环相撞事故 警员见状跑到警车旁 护叫医疗救援队 小丽看着路边警示 排上显示的180数字 一下响起了一年前180航班发生的事故 事故导致飞机上40名学生和4名老师当场死亡 因为男孩提前预知的能力救下了7个人 事发7天后7个人相继意外离世了 这时发现危险的警员冲过来一把拉开即将被撞的女孩 后方突然出现了大货车将小丽的三个朋友顺路带走 此次事件因小丽提前预知的能力救下了本该死去的7个人 这不由让小丽确定死神再次降临 警员听后先是一惊 随后告知那起事故还有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名叫小美躲在了墙壁上装满软电的研究院里 这时小丽的父亲赶到警局 配合调查的7个人各自回了家 驾驶烈火战车的男孩捧着新买的电脑 穿过杂乱不堪的楼道 打开房门把电脑放在地上 面带笑容地准备组装机器 男孩看着桌面上的意大利炒面 打开窗户抄起平底锅扬到室外 感觉肚子有点饿的男孩 把平底锅放到灶台上 打开煤气脱掉上衣 从冰箱里掏出一盒鸡块 拿起食用油倒进锅里面 这时微风突然迎面袭来 柜门不自觉地打开 冰箱上的塑料字母掉进面条里 男孩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 回手把鸡块全部倒进平底锅里 然后拿起面条塞进微波炉 一切准备就绪后 男孩戴上女友送的大金表 还有钻石戒指欣赏了起来 突然加热的塑料滋拉一声 男孩渐渐靠近微波炉 来不及处理微波炉的男孩 徒手伸进下水道去抓戒指 平底锅也不蒸气地冒起了浓烟 下一秒烧干油的平底锅燃起 慌张的男孩拿起黑色毛巾把锅打烂 散落的鸡块瞬间点燃了一旁的纸壳 男孩的一系列反应致使厨房浓烟伺气 最时被下水道卡住的手突然拔了出来 他拿起过漆的灭火器 象征性的潮烈火喷了几下 眼见厨房已经保不住 男孩跑到客厅去保命 起料窗户自动落下来 男孩抄起椅子将玻璃打碎 跳到窗户上向下攀爬 死里逃生的男孩来到滑梯上 上下挪动滑梯就是不下去 突然滑梯急速向下坠落 男孩稳稳地站在地上 死里逃生的男孩向前一步走 被自己倒出来的意大利炒面滑倒在地 突然梯子以每秒80迈的速度向下冲击 男孩意外死亡的事件登上了新闻 深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小例 立刻上网查到了小美藏匿的研究院地址 为了能尽快解开自己心里的迷惑 他孤身来到研究院找到小美 躲在研究院的小美根本不可能帮她渡过难关 打开房间门叫她离开 小丽临走前辱骂她是个胆小鬼 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小美为了活命自然不会被她激将 招招手示意她说完就离开着 小丽走出门比划个国际手势 然后大不留心地去面对死神 独守空房的小美整天想念着死去的男孩 画面来到母子俩这边 男孩婴牙疼来看医生 这是鱼缸里的一条小鱼堵住了过滤口 水管因压力突然爆开 滋出来的水打到墙面 刺剑的水滴落到开关上面 男孩看着室外的吊车 突然一只鸽子撞在玻璃上 牙医见状并没感觉到奇怪 这是她这个月换的第八块玻璃 突然第二只鸽子再次撞了上来 牙医见男孩非常紧张 只好推来氧气罩给男孩戴上 随后牙医开始为她清理牙齿 男孩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这时坐在诊室外面的母亲吓了一大跳 她赶忙站起身查看 一只鸽子竟然穿过玻璃 在地面上来回乱窜 听到声音的牙医走出诊室来帮忙 被水溅到的开关滋拉一声 氧气罐子瞬间归零 被堵住鼻子的男孩开始用嘴呼吸 屋顶上的玩具正巧掉进她的嘴里 导致男孩忽不敢呼吸又不敢吸 男孩索性主动放弃生命等待死亡 这时助理冲进来拿掉她嘴里的玩具 救下了男孩一命 殊不知就在半小时前 小丽就遇见了该死的鸽子 于是她和警员去救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 等他们赶到医院 正巧修完牙的母子刚从医院出来 愤怒的男孩冲向差点要了自己命的鸽子 受到惊吓的鸽子四处乱窜 导致吊车司机意外松开了吸盘 男孩瞬间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 警员将小丽送回家 小美竟然离开舒适区赶来帮忙 她带着两人来到火葬场 见到一年前给过自己启发的病葬老 病葬老推着烈火男孩的尸体 扬言她已经等小美来很久了 小美直言到底如何能阻止继续死亡 一脸猛逼的三个人来到加油站加油 小美突然遇见有一辆车掉进湖水里 警员想起车祸现场 有个孕妇驾驶白色的送货车 小美按照病葬老说的心声能打败死亡 那孕妇生下应该在车祸中死去的孩子 就能毁掉整个死亡名单 于是三人来到警员办公室 调取湖边的监控 很快便锁定了和车祸现场 一模一样的配火车 查出车主正是那个怀有身孕的孕妇 为了避免不幸继续发生 警员把还活着的遇难者全部聚集在一起 小丽把自己准备的电话一人发一遍 小美希望所有人都能注意到身边的刻书迹象 没有意识到危险的老黑叫她不要胡扯了 从车祸现场到现在她根本一点事都没有 小美警告那时还没轮到她 老黑叫她不要再制造焦虑 拿起皮包就要离开 老黑的举动差点干掉小美 小美提醒留下来的人轮流休息直办 不怕死的现在就可以离开 此时另一边 警员在路上拦住了白色配火车 并以这辆车被偷为油将孕妇带回了警局 这时死在雅所外面的男孩母亲 正是死神名单里的下一个目标 可失去孩子的她决定去给儿子举办葬礼 不幸死亡名单的老黑跟着一同离开这里 女人和老黑走进电梯 看到一个老头举着一筐人体甲制 冷漠地站在最里面一栋也不过 突然长发男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看着房顶上的灯不停乱黄 并在地面上的假人带着一堆的钩子 电梯里的老头突然靠近女人的头发纹了纹 老黑见状咳嗽一声制止她的下一步动力 女人的手机铃声响起 吓得她一把扔了出去 随后她蹲下身捡手机 接起电话警员告知她现在有危险 没有信号的女人听得断断续续 被电梯夹住脑袋的女人瞬间人手分离 老黑吓得裤裆瞬间就湿透了 神志不清的她跑回房间 一把抢过警员的手枪来回乱谎 众人劝说她冷静下来放下手枪 其料老黑瞄准自己的态度 众人驾车赶去警局找孕妇守护她顺利生下孩子 谁都没想到此时孕妇羊水突然破了 关押她的警员见情况不妙 只好驾驶孕妇的运货车去医院 赶来见孕妇的众人因汽车爆胎冲进了农场 孕妇见警员要下车查看一把将她抓住 警告她先去医院自己马上要生了 警员呼叫总部派人后带孕妇离开 这时一群人忙着给老黑止血 却没人管卡在驾驶室里的女人 女人喊来小男孩过来帮忙 男孩拉了一下木头女人疼得受不了 很快老黑便被急救车带走 此时站地记者赶到了现场 停车时油箱被锋利的石头割破 汽油顺着石缝流进下水道 救援队抄起机器库吃一声打在车门上 女人提醒他们小心一点好不好 下一秒女人脑袋扎中座椅上的管道已克西北 紧接着失去力气的莲花纸松开烟屁股 一阵微风将烟屁吹进了下水道 下水道里的汽油瞬间燃起大火 男人瞬间被农场的栅栏割成了八款 幸存的小丽三人直奔医院去找孕妇 突然小丽的脖子被人一把抓住 小丽还是遇见白色面包车冲进了湖里 并且有一个护士想要把她掐死 此时医院里老黑保住了一条命 突然房间里的门自动关闭 氧气机的轮子来回扭动 顶部的排风全部闭合 打氧的管子瞬间崩开 向屋里面释放着有毒气体 此时孕妇怎么也生不出来孩子 护士只好叫专家来一趟手术室 正巧这时小丽赶到了医院 发现红衣服的医生后追了管 不巧电梯门刚好关闭 小丽爬楼梯直奔手术室 警员逮住医生叫她不许动 小丽冲进手术室看着孕妇 突然被吓到的孕妇猛一用力 孩子诞生了 以为一切都熬过去的小丽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小美 小丽看着自己的手并没有血迹 那吊进湖里的人到底是谁 小美感觉一定是老黑 于是找到老黑的房间打开钢门 小美和老黑被突然爆炸的房间 带走了生命 双手沾满血痕的小丽这才意识到 冲进湖里面的人是她自己 小丽冲向遇见的白色面包车 警员本想阻止 却被这扇门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小丽毫不犹豫地掉转车头 加大油门库吃一下扎进湖水里 警员见状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由于压力的原因 警员根本打不开车门 不放弃的警员不停地敲呀敲 最终把小丽救上岸 而那个医生并没有将她杀害 反倒救下了她的生命 三个月后 警员和小丽收到农场主的邀约来加聚餐 农场主询问她最近怎么样 小丽感觉这个夏天自己过得很好 脑袋里没有遇见任何事情 她感觉一切都恢复正常 小丽感应急 小丽感应急 小丽感应急